新鮮滾而辣 又要告訴大家 騙子又有新事搞錯了 在這裏他簡直說 我是石鏡泉 經濟日報的創辦人之一 那樣東西 還要執行董事 以前是一個研究部主管 現在應該應該 那樣東西還要講 那樣東西 也是一個香港著名的 古平人 我怎麼著名 我脫毛而已 不要這樣推我上去 那為什麼現在要做這個group 那跟著他不講group 他講這個谷 就怕大家會蝕 怕大家會蝕 因此就這樣 就做個見面大禮包給大家 這個店員兩位 他說怎樣 我現在在這裏 不會是要你給錢的 又不會要幫你投資的 不過如果你想拿資訊 你就PM我 那你一上去 那就即時入答 跟著又介紹哪隻哪隻 賺了多少錢 賺了多少錢 好嗎 所以大家要記住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可能不是只有我 可能很多劇情人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很多香港的古平人都這樣做 那就沒什麼事了 你出一次我就賭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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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有沒有騙到香港投資者呢 比較困難的 不過我也都知道 從其他的股型之中知道 的而且確 他們有些聽眾 是被這些騙子騙了 去報警 最重要到時候怎樣呢 因為很簡單 另一方面又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東西騙呢 有東西騙呢 才會是代表這個市場輕旺的嘛 你不要見大帽山頂的人 開魚蝦蟹檔 是不是 所以這裡是代表真的好的 代表他通常可能怎樣 就是騙國內同胞 當然也是騙香港人 那些北水始終逐漸 有些民間水移下來 民間水移下來 那這個呢 就是 日後呢 除了有大機構的北水 還有很多溪流捐滴而滴下來 所以這個情況之中 有一天他們不騙這個東西 代表他市場沒得抄 所以我都很矛盾 大家也應該以這個矛盾心情來看這件事 總之 你不要被人騙就行了 好 今天 很簡單 昨天升了這麼多之後 今天當然是甚麼 是不是 因為基本上 市是未穩定的 不過我馬上說 就是今天那篇文 我就說 但是十年後 十年後的債息 在1.4厘這個水平 稍後穩定了 升完了 要有一個時期 慢慢再跟著做 為什麼要有一個時期慢慢再做呢 很簡單 怎麼能夠天天股災呢 一股災完了之後 被人家咬完之後 那你就需要 他們慢慢就要這個優養生息 馬會都是這樣做 每年九月開羅 或者四月開羅之後 整整整整 嘩 咬完 咬完 那些債子的東西 那就等到 留在這個七八月 優養生息 讓你儲回一些錢 是不是 所以 完了這個之後 他們一定會優養生息的時期 這個相對地 是一個溫和期間 不過 大家需要考慮 你要看看 你怎麼走法 恆盛指數水平 在這個周線圖上面 這個是三月的 三月的第二天 就繼續去這裡 日線圖上面 很簡單 那會不會試這裡呢 可能會有的 可能會有的 就是意思之外 這個底部這裡 底部這裡 是二八四 是可能會的 可能會的 就是上面這個中線 記住 中線是這個二九七 升川二九七 非常好 就可以在網上 最怕就是上二九七 就回答下來 那就不太好 有朋友問中鐵 怎麼看啊 中鐵 好啊 在周線圖上面 你看到它 升吧 是不是 3.5倍的市盈率 5厘息 有得想頭 還有一件事 中鐵 是可能已經結束了 是兩年來的跌落 結束了兩年來的跌落 如果是這樣的話 後面真正前景 就可以很忙一點 在這個日線圖上 你看到 一個頂 兩個頂 現在來的是三個頂 四個頂 之後 如果遲些 它在這裡 四元雞 搜得到 然後再突破上去的話 上面就應該看五元 以至更高 這個是短一點的日線圖方面 有朋友問領展 領展 很多人都說 在這裡 周線圖 25倍市盈率 三厘九息 不過不失 在這裡 是在挑戰頂位 挑戰上去之後 那這個 它就會成為了一個 什麼呢 成為了 突破 突破上面 就往上面 那 短期的話 我覺得 它先試一下 低位 先試一下 這裡 試一下大陸 六九元 保利家通道中族 才可以再上去 如果跌穿了 這個是保利家通道中族 它看到那裏 一大六九 跌穿了 記得指示位 應該要放緊一點 讓你六六度 比較好一點 有朋友問 農園電力 農園電力 升上去之後 又是這樣 在這裡 又遇到 下回了一個中族 今天農園電力 又成為了 昨天公佈 是將會行指新季 所以有很多人 會這樣 但是 你看看 人家什麼都好 跌了下來 接著之後 你會怎樣 它會上來試一下 一個龍 新季 新季上來這裡 試穿 保利家通道中族之後 就上來試一下 這些位置 上來試一下 這個位置 將會怎樣 希望 它升穿保利家通道中族 因為始終新季身份 現在還未入供 一入侯門 就會深刺海 這一點 我又覺得 它可能會再升一些 日文廣氣 廣氣這麼多汽車股之中 表現比較差 以走勢價格來計算 市盈率9倍 息率3.4厘 現在試穿保利家通道 周線圖上面的下足支持 日線圖上面 就跌動 叮動 這樣下來 這裡是一個相當大的阻力 以後升上來 記住 10元雞 是它目標 也將會是它的大阻力位 這些 我真的不是很喜歡見到的 晴沉這樣 跌穿地板 升穿天堂 成交額大增 接著這樣跌 這個應該有人出貨 我的判斷 是有人出貨 這裡一直都在出貨 既然是出貨 可能這裡又怎樣呢 不要多好說了 要不要休養生息 兩三個月呢 古桂要 有貨的朋友 有些痛苦 要熬了 下楊木葉 很簡單 周線圖上面 是始建造 是突破雙頂 突破就好了 要不然 就受制於這裡 就下回來 暫時來說 是會有些些要回調的 既然要回調的話 我會覺得最低限度 小小的 要回到5.7 這些位置 或者你還要下多些 這個位置的中軸 中軸是4.5 周線圖上面 一年 我現在給大家看到 上面這個是月線 這個月線 月線都是這個 月線的上軸度有到 這個阻力的話 它應該要回調下來 周線圖是下來這裡 日線圖 就看到了 已經跌穿了保利亞通道的中軸 可能會再試下來 這個下軸的支持 這個下軸支持 就是4.7 4.7 無論怎樣也好 考慮指示價值等於5.2 你等它跌下來 5.7 你才可以考慮一下 5.7的時候 然後再看 可以再回升 這個是兩個月的日線圖 今天呢 就會推介中心國際 推介中心國際 原因簡單 因為美國人說 放寬某些零部件給它 如果美國人放寬某些零部件給它的話 起碼放寬六個月左右 未來六個月左右的話 中心國際有些產品應該會好的 我一直都說 拜登 他之前 是拿著外交事務 由他一路做開 做開 進去未做總統 做參與事 他都是參與外交事務 所以過了幾十年 他一直在外交界打滾 他對於壓止中國等等 打壓俄羅斯 怎樣搞你中東 完全是 記實到的了 不用看文件 就知道 因為所有重大決策 他都曾經參與 所以在這方面 你認為 他放過你中國 放過你俄羅斯 放過你伊朗路嗎 絕對不會 不過他一定要放某樣東西 他不放 他會自己死的 所以他就放某些零部件給中心 為什麼 因為很多美國的零部件製造商 你沒有了一個大買家 我就死了 那他又要職位 又要錢 又要打壓中國 你怎樣做 是不是 講得不好聽的就是 又要發酵 又要政治牌坊 當然是沒有得搞的了 這件事 所以在這方面 他說 側側博多角 又吐琵琶 半遮麵 一直到 他可以 設立到很多的自己 的芯片為止 他說現在 了解台灣 南韓日本 去美國造廠 這些 很大部分 遲止再講了 我估計 所以 成效 不是一定太大 因為 你美國 你又給15元最低工資 怎麼搞呢 是不是 再其次 你以為你現在 是不用收我的稅 日後你也收回 我怎麼搞 炒你美國工人 你那個易 絕對不易 所以這方面 是不是有這麼多人去 我不清楚 美國是否一個最大的市場 我又這樣看 一 你美國3億人 歐洲3億人 我給你美國拿歐洲市場 總共6億人 好了 大家欠緊的是印度 印度的時期 你叫印度佬跟你去買 這個叫做iPhone 他傻佬來的 印度 你不要叫做老 他們真真正 印度人 高尚志是很聰明的 不聰明的話 印度人 怎麼會其中有一件事 做很多 是鑽石 反賣 在這一點來講 一定要留意一件事 大家在爭的 一定是中美之中 以後 一個很大分的天下 大家各自 斬開了 東西半球 不排除 你不讓我華為去賣的話 中國有朝一日 都可能不讓你蘋果在中國賣 這叫做 來而不忘菲麗也 去年 中國 還是要忍住你 開始很多事情 現在中國是變的了 變的什麼 第一件事 稀土 我開始加價 開始禁止出口 其實這方面 你美國不放寬零件給我 我就不讓你稀嫂做 你根本做不到這個另部件出來 那你哪裏還能賣給我 是嗎 在這點裏 我覺得 中美埋牙的東西 越來越有實質性的進展 再不是口水戰 因此中芯國際 盈利前景 是很受美國方面 和中國的鐵板實力的支撐 中國一定會盡快地去搞自己半導體事業 搞得來之後 搞得到 我也相信中國可以搞得到 是需要扔很多錢 需要一些時間 不過一定會做到 做完之後 那美國的半導體業 大家真的分庭抗禮 以致你拜拜了 所以 對中芯國際 大家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 隨時有一個是走路式的做法 在這點 中芯國際 因為受到等等一件事的支持 在這個月 例如三月份 這個禮拜 日線圖上 今天就彈了上來了 今天彈了上來了 我又覺得 它會有機會挑戰這個高位 這個高位 大概是多少呢 是29.3度 所以 我不認為現在去買它 因為我怕它等於又跌下來 如果你彈穿了之後 29.3度 就是這個高位 上面可能是32度 以至更高 因為 對於這個是 這裡來講 一彈穿了這位之後 上面就可以去獎回四十多元 由於中芯國際 但是有時候這條命 不是自己可以拿著 是拿著 被美國都暫時還被捏著 因此這裏發展 是有一點點 是大家要知道 要留意的 現在這個是過往推介的紀錄表方面 又是修改 沒有那麼多了 只是想過往十天推介的 是列出來 過往十天推介列出來 那就是再之前的 就不做了 之前的就是總共統一約 由至2020年 10月7日起以來 總共我是推介了38隻股票 有47隻股票 有38隻是賺錢的 總共是盈利率 加上累積 大約300%左右 有9隻是虧錢的 大約虧了 大約60%左右 總共有47隻 兩個加起來之後 大致上是250%左右 這個就是由我 講完這個推介 跟著之後 達不達到目標價 或者達不達到止蝕價 來計算的 你要記住 有一樣東西 所有推介就是出參考 自己執生 獨立思考 因為市場經常變 這些是過十天 答觀眾問題的股票的 大家如果有類似股票的話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看看是否可以 好 今天就這樣 多謝大家